他们东西拜一拜都不收起来 那泥泊哪里都没有厕所 就在大路边解决类似台湾 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 师父那时候小时候 就是这样 厕所有一个功用要跑很远 很臭 我们宠散自然 所以我们就在大地大便 大地 师父以前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以前没有卫生纸 哪有这样的卫生纸 没有的 哪有这么好命 知道吗 淹大水 淹大水的时候 我们都很高兴 为什么很高兴呢 因为很多鸡会淹死 很多鸡会淹死 淹死我妈妈 就是捡人家那些淹死的鸡 被水淹死的鸡 所以每次台风大家都愁眉困 我都鼓掌 有鸡肉吃了 有鸡肉吃了 淹死的时候 我妈妈也很厉害 回来的时候 一把毛 那个肉有一点点黑黑的 可是不影响 不影响 没有钱哪里有钱 就怎么样 用那个姜母 姜母 用油 硬把那个味道 把它逼掉 逼出去 逼出去 那个时候 根本就没有什么麦当劳这一类的 我们也没有钱 就吃这种东西 吃这种东西 还有人家 大饭店 不要的 人家大饭店 有钱人 去吃那个大饭店 大饭店 出来的那些 一盘出来好多钱 吃一半 就丢掉 丢掉 那垃圾一到 我们就去捡 去捡那些 里面有 瓜子壳 酒味 喝酒的味道 酒瓶 还有鱼骨 还有那些剩下的 一半的鱼 去洗一洗 洗一洗 去洗一洗 还有 有的人鸡肉 鸡块 没有吃完的 我们就洗一洗 就这样吃 就是这样吃 我是这样活过来的 没钱了 给我有钱 是不是 我从小 如果好好的栽培 请家庭教师 我从小读书来 有什么钱 请家庭教师 通通自己来 通通读书 就是自己来 就是行 我们读书 就是很行 那些越补习的人 越补就越大动 读书还拍在后面 是不是 所以上常给我一个不好的设身 给我一个很不好的环境 就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头脑 还有一个男人的个性 真的男人的个性 我这个人一点都不敢扭扭念念 这是什么东啊 我们不习惯那个 所以讲到这个师婆神 就是我们从小 就是这样信仰那些 杂神教 每天就是希望吃一点点肉 吃一点点鱼 没钱了 可怜了 然主要的 以其养成一身教的思草 一身教 就是创造天地万物 大序事实的中心思想 事实就是赞颂 写这个赞叹的话 大大的叙述 大大的赞叹 来 大家 统统进入 这个 神教 神的思想 这实是这种通俗运动的核心 到现在你去印度看也是这样 他们一活动 你也看到discovery 那个印度一活动 就做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子人 几层楼高的子人 说那个是邪恶 邪恶的 到最后 善一定战胜 战胜这个恶的 就把那个恶的恶神 凶神恶杀烧掉 我看那个影片 拍摄这个印度的宗教的信仰 我看跟我们这台湾差不多 我告诉你 宗教信仰 能够有开智慧是好的 没有智慧是很悲哀的 我今天没有任何批评的意味 比如说 那个风炮 风炮 对不对 盐水症那个风炮 他们的观念就是说 我今年放了风炮 被炸的越多的 我今年越消灾 今天的运势越好 结果很多人都炸得眼睛流血 你知道吗 眼睛没有破裂 又在炸了 炸伤了 你看 一个宗教的信念 这种观念 错误 活得有多痛苦 哪有像今天大家 这么好坐在这里 经典 师父看好了 一个字一个字 来跟你解释 来教导你 对不对 经典是佛讲的 没有错 要不然你这本 你看得懂吗 你行吗 当然不行啊 你这本你看得懂吗 行不行 所以能够坐在这里 听经文法 是大幸运者 你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怎么解脱 没有那些迷信呢 师父从小就接触这一些 还好我有点会跟 大一的时候接触佛法 也没有人告诉我要研究佛法 我知道这是 生命最究竟的真理 所以这个俗性的思潮 不管是当时在世的印度 佛在世 就是现在的印度还是一样 改不了的 第三 哲学的思潮 以凡书 奥义书 为根据的哲学思想 特别 奥义书理论发展 所兴起的派别 奥义书 刚刚讲过了 出为硕论一切 硕论一切 就是说不多不 就是说一切有不 讲三四十方万法都是存在的 是实有的 这是一切讲的 硕论一切讲的 硕论一切 就是说一切有不 后来为六派则写 注意哦 六派则写不是六师外道 不能搞混哦 六派则写 通通起源于 婆罗门教中分裂出来的 六种则写派 西元二世纪左右 就是西元两百年左右 出现在印度婆罗门教 当中 六种则写 则写派的总称 叫做六派则写 不同于六师外道 这个不能搞错 后来为六派则写 通通出自于婆罗门 大部分思想都弃言以词 弃言以 那么这个奥义书 凡书 就是则写的思想 第四 非非陀的思潮 非非陀 非陀就是传统 婆罗门教的传统 非非陀就是打破传统 打破了传统有几种 非非陀思想 就是打破传统的思想 就是反对上面三种思潮 反对正统婆罗门教的思潮 反对书信的思潮 反对哲学的思潮 否认 非陀的前威 这些祭司 为什么它是前威 以自由独立的思想 为标榜 就是所谓 六师异邪 异邪旁边写 外道 可惜 没有正解 六师异邪旁边写 很可惜 没有正知正见 虽然 虽然摆脱了 非陀经典的传统 摆脱了波罗门教的传统 想要标新利益 想要标新利益 自立门户 很可惜 一样落入自己 无知的坑洞 那么 那么 非陀佛 就是 摆脱了这个传统 除了六师异邪以外 还有佛教 佛教也是 非陀的思潮 摆脱了印度 当时波罗门的传统 佛教也是这一派的代表 当时 非陀思想 就是反传统 为适应时代 思潮而起的 我们所谓的改革派 反抗传统的 波罗门主义 为什么只有你们高高在上 这是西元前 六百年左右 到四百年间 印度思想界的重代表 反吠脱就是反传统的思想 虽然以自由 觉悟人生为目的 但其本身 缺乏 倦钱思想的体系 因为没有大策大悟 没有大策大悟 而去极端怀疑论 极端怀疑论就是 什么都搞不定 什么通通怀疑 这样是吗 这样对吗 还有 断灭的 唯物的实在论 所谓唯物论就是 我们的射身就像一部机器 否定了传统 否定了伦理 否定了五轮钢厂 生命 生命就像一部机器一样 身体只是一个物质 否定了精神的层面 不特 不只是 无异于人类 犯危害 世道 人心 就是 唯物的实在论 就是唯物论 想 详 详 常阿含经 沙门果经 古时候的波罗门教思想 既失去了人性的规矩 而新的思想 又不能带来人类的光明 虽然所谓新鲜活泼的思想 实在是极端混沌的思潮 混沌就不轻了 就像中国人讲的 盘古开天 也是无知 没有浮屠的究竟节 十八页 再次人性极不安 思想 混乱的时候 以自觉 绝天下的思潮 开始导演 自觉绝天下 自觉就自立 绝天下 让众生觉悟 我们今天就是 猛受佛陀的恩惠 报佛恩 自觉天下的思潮 开始导演 以综合 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就是传统 跟非婆罗门教思想 非婆罗门就是反传统 而树起 而树起 树起就是建立 而建立了 正觉思想体系的 这就是佛陀思想的起源 西岩前 560 到480 就是80年间 佛陀的思想 无疑的属于非婆罗门 佛系的 突破传统的 你一直守住那个传统 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思想 如果佛也接受 佛也不能解脱 佛就是有这个责任 自解决它 但有时候也采用 婆罗门的特长 婆罗门的特长 有很多的术语 比如说 佛教的出家 注意 这个婆罗门教 里面 以前他们的出家 后来 有的剃光头 有的 留一点点 像我看那个Discovery 奇纳教 奇纳教 有诺行外道 奇纳教有两种 一个是诺行外道 主张 无所求 全身赤裸裸 在路上走也是这样 在路上走 通通光光的 什么东东没有戴 只有男众 有一次 刚好 这个 裸行外道 在剃度出家 剃度一个女众 他们剃度 不是拿剃头刀的 他们剃度出家 你看了 我很惊悚 那一幕 我真的很惊讶 怎么剃度的呢 用拔的 头发洗一洗 对女孩子 通通有穿 她通通有穿 男的 通通没有穿 你的通通知 然后 就跪在师父的前面 那你这种 头发长长的 洗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 师父就念念有词 就这样子 一点点 来 拔掉 一点点 拔掉 就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一点点 然后慢慢地拔 他师父就这样子 剃度剃度 就这样拔 我不知道这样拔 毛拔起来 以后会不会长 万一出家不适合了 我要完蛋了 是不是 万一出家不适合 那要再结婚 想要嫁丈夫 那拔花通通被拔光了 这个毛细孔通通被拔光了 那怎么办 可能毛发长不出来 我不知道毛发这样能不能长得出来 长不出来 我不知道 他就是这样子 齐纳教 有一个裸行外道 有一种主张 要穿衣服的 有一派主张 通通光光的 我没有看到 我都不相信 后来他们集中在拜那个祖师 他们坐了一个好几层楼的 齐纳教的祖师 祖师 这祖师呢 就是光光的 还某个地方还坐得很明显 那不只是像的 完全像真的 很不可思议 照相他就是这样子 好几层楼高 然后他们跑到楼上 用那个牛奶 给他沐浴灌顶 很多的水从楼上倒下来 反正印度就是很奇怪的一个国度 很奇怪的一个国度 连他们的祖师都不穿 假设说我们佛陀也这样 那还得了 佛陀也不穿 那还得了 世尊说这个不伦不类不行 人类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 应该有五轮钢厂 我们人与人要生活 重要的是内心的解脱 而不是在像的东西 所以应当跟众生息息相关 众生可以接受的程度范围 但是服装应该跟俗服不一样 所以所有的出家 世尊智的介力 不管你用任何的形式 哪一个国度 你所有的服装 就是不能跟在家居士一样 这个菩萨界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必须以俗服有益 所以你怎么样 密宗 没有关系 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出家人 被穿着长衫 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出家人 南传 披着这种袈裟 你一看也知道他是出家人 不管用任何的形式 所有的形象 都必须跟俗家人完全不同 这是世尊制定的介力 好了 基督佛教的出家 持栽 世地 轮回 解脱 这些术语 都导演于波罗门教 以及奥义书 他这里面 还少了业力 业力 论断到这个业力 仍然是起源于奥义书 奥义书讲得更透彻 更清楚 只是问题 他没有正结而已 而以佛陀伟大 智慧思想 把他融会 改造成为 佛教的法门 因为大家都已经 接受了 废陀经典 接受了奥义书 所以世尊就 善巧方便 用当时候的思想 彻底地告诉他们 问题出在哪里 再把它整合 创造一套 佛陀 无论于苦或乐 都以中道的立场 避免极端 哦 主位 这四个字太重要了 做任何事情 如果极端 你完蛋了 那个外道 修那个苦恨 你受不了的 他怎么修 来 用一条腿 站着 站着 他们其那教的观念 就是这样 后面会讲到 其那教的观念 就是人有两种 一种是灵魂 是生的 一种是肉体 是成的 一直在意肉体的 然后享受 就会沉沦 灵魂的结醒 就会生 观念正切 但是他认为 身体一直受苦 死后 灵魂就会超生 佛陀说 这种观念是 严重错误 严重的错误 所以其那教 他们其实苦得不得了 以后 三天吃一点点东西 身上通通不带东西 走到哪里 化缘到哪里 光光的 就吃尽苦头 寒风刺骨 不穿衣服 热到四十度 五十度不吹冷气 他就是苦 极端的苦 他就是要让这个 射身受苦 以求 灵魂中的灵魂 上升 所以他们有上升 跟下降的理论 观念 其那教的观念 就是这样子 他认为受苦 就可以让灵魂 一直上升 结果 很多徒弟 就跟着他 持继的一切苦头 师父出的苦 还不够 土地更绝 对不对 你今天 用站的 这苦还不行 我用 泡在水里 我用倒挂 倒挂 在树上 倒挂在树上 我用这个头发 印度的头发 留得很长 很长 知道吗 他把这个脱发 绑在树上 吊起来 吃尽一切苦头 要不然 就去坟墓旁边 坟墓旁边 跟那个尸体为伍 停尸间 为伍 每天都看死人 世尊说 这样并不能觉悟 人 有人的生活方式 重点在 另心的智慧 不是在形象的受苦 佛陀真了不起 我们今天 没有佛陀来教导我们 我们今天 也是跟外道差不多 也跟外道差不多 认为他的观念正切 让这个身体一直受苦 我下辈子的灵魂就快乐 这观念大家都可以接受 是不是 事实不然 世尊说 就算你身体一直受苦 那世尊就问他 那你要受苦到什么时候 才叫做业障境 那你怎么知道 受苦到什么时候 你下辈子会快乐 是受苦一年 是受苦五年 是受苦十年 还是无尽的一直受苦 你到什么时候 受苦 才能够使灵魂超脱 世尊就问他 没有答案 那你这样苦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都以忠道的立场 避免极端 实施当时候 崭新 健全道德的思想 佛陀 虽为当时宠高 伟大 人格觉悟者 但是对于古的思想 婆罗门教 或者不彻底的思想 六思一写 就是六思外道 一面用严格批评的态度 世尊是慈悲的 他的发展是慈悲心的 一方面 以伟大人格精神的感化 或接受他们的归想 或改造他们的思想 互不相爱 同受王者的所敬 所以诸位 在这里我要奉献比丘 那些反对你的 你不要认为就是不好 那些离开你的 你不要认为就是不好 那些批判你的 你千万不要认为那不好 记得 要等待因言 要学习佛陀 用伟大的人格 等待因言 慢慢地感化 不能说他反对你 你就认为他是一定不对 他批判你 你就认为他是恶劣的 是魔 或者他跟我作对 就认为他就是提普达多 不要这样观想 你要观想 这个也是一种因言 他批判我 他反对我 他伤害我 没有关系 为什么 扶陀心中不留痕迹 无有挂碍 但慢慢地等因言 有因言 你就有办法度他 你今天你跟他结二言 你现在根本就断了这个因言 他想要回来也不好意思 你们今天 法师跟在家基士吵起来 那 那下次他看到你 他会回来吗 这里的法会 他来参加吗 他就自动离开了 就没有这个因言了 简单讲 再怎么说 法师要说射自己 受到任何的委屈 自己消化 让基士吟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在因果的法则上 谁输谁吟还不知道 天欺人欺因果不欺 师父常常说 因果就会自动 像笛子一样的音 也给你调整得好好的 高音调 调完就要调低音 低音调完就调高音 因果就像吹笛子一样 自动给你调好 调得很好的 因果从来不误人 你不要以为你伤害众生 就是要你赢 你输得很惨 我们今天受尽委期 没有关系 我们不一定叫做输 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 我们度大能农 荣天下能农之事 要行天下难行之忍辱 这样才能成就佛道 人家批评你 毁谤你 你不要动怒 你当做没有什么神经一样 有听到当做没听到